对于中国近期在科剧和军事上的成果 日本的政坛和媒体一直以来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的 最近几天日本媒体又对中国无人机的发展 做了一番别有用心的歪曲和解读 这个月一号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已来了中国无人机为题发表文章说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 无人机在中日预演预烈的武器竞赛中占据中心位置 无人机只是各国国防技术自然发展的一个方向 日本媒体的过度渲染竟然是站不住脚的 美英法等国家都拥有无人机技术 而购得无人机的国家也多达50多个 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和作战能力虽然日渐成熟 但远谈不上领先 真正给日美敲响警钟的可能是中国无人机的第一成本优势 作为美国空军较为先进的朱立无人机死神的售价接近1000万美元 而中国类似水平无人机的售价还不到100万美元 但是单以无人机成本低作为依据 制造中国威胁论 过程荒唐 结果可笑 反观日本政府 近来不光计划在离我国最近的于纳国岛派遣自卫队 刻意制造地区紧张军事 还不顾武器出口三原则中 禁止向国际纠纷的当事国或可能成为当事国的国家出口武器规定 凭准日本企业参与生产F35战斗机零部件 在朝圣美国之后 日本政府依然在妄图营造自己所谓的军事弱者形象 真实意图何在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蔡荣对新闻印豪表示 日本在历史上打宣传战一向是这么一个传统 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受害者位置上去 然后一旦发生了冲突就可以把政治责任推给对方 那么这一次中国也领教了这一点 它甚至可以无中生有搞出一些东西来 对于日本来讲比较有效的一个打法 但实际的军事准备它从来是搞托袭 从来是进攻型的 大概是反映日本国家的性格吧